兔子那么可爱 那一定要做成火锅兔了 兔子先用盐 葱姜水 胡椒粉腌制入味 再加淀粉 这样做能保证兔子入味又嫩滑 把姜蒜 酸菜炒香 倒入火锅底料 炒香 加入清水 煮开后下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捞出 下腌好的兔肉 定型后轻轻推动 煮个几分钟就可以了 油热后像花椒与辣椒 淋到锅里增加辣味与麻味 这样做出来的火锅兔 又麻又辣 简直太好吃了 根本停不下来